第十一届花莲县记者协会新卸任理事长的交接典礼 16号上午举行 由卸任理事长胡俊燕交棒给新任的理事长梁国荣 县长徐真伟与市长威家贤都到场的来祝贺 县长也其免记者协会在新任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能善尽媒体第四权的责任与使命 为社会带来正义与光明的报道 第十一届花莲县记者协会 由县政府副秘书长也是社会处长张艺华 颁发当选证书给新任理事长梁国荣 同时在县长徐真伟兼招之下 由卸任理事长胡俊燕交棒给新任理事长梁国荣 县长徐真伟除了肯定卸任理事长过去的努力与奉献 也期许在新任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花莲县记者协会能够善尽媒体第四权的责任和使命 为社会带来正义与光明的报道 即时的时间而且接收到最正确 而且专业的判断的这个中立的立场 来做报道 我想这个对于现在这个人人皆 人人皆媒体人人皆自媒的时候 真的是分外分外的重要 市长魏家贤也特别到场祝贺 并感谢媒体借着专业报道 把最新的讯息可以传播给所有的乡亲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记协的部分 也能够秉持公正的客观的报道 那我们相信在花莲有很多好山好水 好玩的地方 那有很多的人情世故 必须要逐一来做一个报道 让很多的民众能够了解到 那再加上最近国旅的部分 大家都希望国内的旅游 能够有更多的客人来到花莲 这就要拜托我们所有媒体先进 一起把这样子的一个 除了政府推出的三倍券之外 媒体的报道 却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新任理事长梁国荣表示 接下重担是责任的开始 他会秉持媒体的专业与服务精神 除了落实会员的福利 也会加强媒体和各单位的联系沟通 我很希望就是我们的礼监士们 甚至是我们的会员 可以任养一些社会福利团体 或者是一些弱势的团体 比如说像新城国小放球队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在我当理事长之前 其实我还蛮常在做这样子的工作 比如说像失心的福利基金会 比如说像立心基金会 他们其实在花莲的募款的能力 其实都不是那么样的厉害 所以我希望用我自己一些 美国的力量能够来协助 像他们这样子的一些团体 花莲县记者协会理事长交接典礼 简单隆重 在会员们的幽默欢笑声中 圆满成功 记者林杰 花莲市报道